观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漫谈 首先要祝大家新年快乐 2020年有一个更好的新年 现在介绍我们在主播室的两位嘉宾 第一位是GMCC的James Jean 嗨 James你好 主持人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是的新年刚过 英历年马上就要来到了 没错 今天还有另外一位我们的朋友 也是GMCC的资深贷款 Charles Phan对吧 是你好 谢谢主持人 也祝主持人和电视机前的所有观众 新年快乐万事胜益 谢谢你 James我们今天是2020年GMCC的第一集 总是要让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底 这贷款的市场 2020年是会怎么样的一个光景呢 其实我想很快跟大家讲一下 2019年整个市场非常好 当然利息低也帮助大家买房子啊 重新贷款 所以非常不错 我觉得2020年总的来的大方向讲 还是会很稳定 整个经济层面也不错 所以说可能大跌也不大会利息跌 或者你说整个经济还是蛮 Losie的overload 我想总统的这个大选年嘛 可能这还是overload大家看的都是比较stable 对所以我在想 但是在这个情况下 我稍微提一下 可能如果大家如果要找贷款方面的哈 如果你是30年 不管是固定力超过4个percent on program小到超过3点都可以找我们重新贷款 但是我可以到时候可以具体介绍一些很多买房子 也帮助大家在不管买屋啊 重大省钱啊 就是我们贷款找我们万通的话 GNCC万通的话就是 就是说聪明省钱万事通 聪明省钱又万事通 这个就是消费者最终极的一个希望 贵公司最出名的就是你们的program 这么这么的多 可以呢在观众朋友里面 不管您是什么样的status 有的是信用的高高低低啦 有的是收入的够和不够之间啦 或者reserve啦或者是cashdown啦 都可以找到一款对您适合的贷款的项目 我其实重点讲一下 其实我还其实很多我们跟很多real estate公司合作嘛 他们说James啊你们公司真的很有名 我们如果碰到男的贷款肯定会找你们 我说等一下我们简单都天天做啊 我今天也讲一下 当然了如果碰到比较challenge的啊 首付不够啊5个percent down啊200万可以啊 bu with all sale买个大房子换小房子 都可以找我们公司 但你很简单的我们也很快就close了 我上次讲到在我们San Diego Loan Office 一个他新来的加盟公司 他来了一个贷款agency小弄啊 10天就close也非常快 10天没错10天就close了 而且在当然在我们他是第一次做第一个弄 但是我们公司安排了一个mortgage mentor 就帮助他们做 所以也没有问题啊 我但是我要讲一下 如果你说你是high tag的啊 信用分数800分 党朋友们全力是percent down 我们实际上一份做了很多阿典级的利息都可以做到 有这么低的利息 具体利息还有AP啊什么很多 detail 就小于3都有啊 阿典级什么都可以做 但具体来看你的 again 你的查收入的分数800分 全力是非常多 那我今天想重点给大家稍微讲两个program 很快一下好不好 就一般来说 呃我像是黄在美国人嘛 买房置业 那么总会说 哎呀他要买个投资物 自己住的房子不错嘛 早跟我们今天是一带款带过 那说呀我们要买的投资 他外面说 呀听说投资物业一般都是要34% down 不是的 我们公司20% down 到100万的话 基本利息外面market 一般是差不多靠近5了 我们就可以做到4 升一小于是 等一下chars都可以介绍一下 他帮助人家怎么做到一个投资物业3.875 而且没有point 就是我讲的江波投资物业 就是120万的房子 20% down 96万的Jumbo investment 这一般利息非常高 我们可以做相差 almost低一个percent 这个非常好投资物业program 这个第一点 这有优势 这非常优势 另外一个其实我在湾区 我觉得很大一点 可能是新移民很多 很多我们这个华人 华裔 然后这很优秀 他说F1跑来 到什么 Burkley啊 到Stayford啊 到CME2 都可能没赛出来 到Facebook Google上班 但是问题 他H1可能还没下来 他还是F1 EAD卡 一般是很难带 一般只能带小龙 所谓的Combo 我们公司20% down 带到200万 带到200万 EAD卡 没有H1 visa也可以做 而且利息相当好 其实说 我觉得正常的 比一般正常很接近 所以这些program非常重要 但我想说明一点 作为一个 在湾区来说 我们应该是最大的一个 Mokish Bank 华人的Mokish Bank AEA人数也最多 差不多已经380周围了 所以说AEA人数非常多 托达性非常高 那么但是我觉得重点 还是要通过我们 这么多380位 好的贷款顾问 怎么去为大家提供好 Personal的Service 我们公司有100多个 Invest Resort 怎么去把这么好的program 不管是说 查收入的 他说我Cash Flow 一年报税记录的 或者你说 就是说用投资物业 不看收入 只看那个什么DSC 很多很多program 要通过我们贷款顾问 大家提供服务 说还有呢 我觉得我们公司 来赚一赚金 只做贷款 那么我们跟很多 房地产公司合作 这样的Win-Win 这样就可以更好的 为消费提供服务 所以我先请一下 Charles聚上一下好不好 好的 Charles我们已经认识很久了 是的 你已经在这个行业23年这么久了 那一定碰到过很多种情况 告诉我们在您的career里面 碰到最大的challenge是什么 挑战性 然后你是怎么克服它的 是做的蛮久的 但是说呢 每天都会碰到挑战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刚才Jim也讲了 那一个客人 那我刚刚把它close掉 就要帮他买到的房子 那这个客人是EAD Car 那弄有比较大 那他又有很多问题啊 他第一次买房啊 那我们其实并不是第一个 他来找我们的 而是说他已经跟其他的公司 在联络 在跟他们在做 那后来发现呢 他们其他地方的rate呢 真的比较高 在5%左右 那我们呢最后帮他找到 没有point的 4%以下 Pandre 4% 是的 这样的话呢 其实客人是真的蛮高兴的 不单是能够给他一个 比较低的利息 而且呢能够让他觉得呢 long term wise 他有更多的choice 所以我觉得我听起来 这个challenge跟reward 是相辅相成的 没错 所以这个也是你的reward 您做这个行业就是帮助到有一些小小问题的朋友 解决了他们的问题 可以崇拜 可以purchase 就是您最大的reward 对不对 是的 比如说我们经常碰到first time homebuyer 我把first time homebuyer分成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说 真正的first time你买第一栋的物业 不管你是做投资也好 还是自己住也好 那一般来讲 我们说first time homebuyer 就是说 有 你买一个房子自己来住 第一个字 那这个是我来看 我把它看成一个first time homebuyer 那有的时候 自己住的房子已经买到了 要买一栋 第一栋投资物业 那我们也把它当作 某种意义上的first time homebuyer 这个有什么不同呢 对你自己买买这个自己住的房子 那有一套东西都是specifically 就是为了你买这个房子做的 贷款方面吗 对我很不懂 巧思讲的就是说first time homebuyer 第一次做的话一般quare什么 第一次买investment part 一个什么challenge 因为很多的收入 他不可能够了两个房子 那你买个rental property 有的时候就很多情况就不能用subject rental income qualify 你第一次买个房子 你从来没出租过房子 就不一定 但是我他巧思 上个月做closure deal 就是说你第一次买房子 而且买的是investment property 也可以用rental income来创 第二个你现在有巧思讲 第二个可以就是说 他有个小房子 叫做五六十万一百万 他买个120万的rental property 巧思刚刚讲的一个可以送给补充一下 120万房子 他放20%大 但这个正常情况下 呀你没有rental property 怎么可以算qualify的rental income呢 很多是不行的 我们公司有100多个lending ratio 巧思叫里面找到一家 就不需要用rental history 第一次买rental 而且又是买的jumbo rental 而且又可以rental income算 这样才可以把它qualify 不然他就不能qualify 因为一般来说 你有个房子 自己买个房子 然后qualify两个mortgage 这些是不可能的 很难嘛对不对 所以这个做得非常好 我觉得巧思帮到很多客户 另外可以很说明一下 巧思其实在很多 我们公司办很多 realistic公司合作嘛 我们公司专业专业做lending 在湾区我说 像他还是不错的 那巧思还是专门去吃 从prefer lander 跟我们parato啊 prefer lander 所以说在他们经常去帮他 你们很多realtor怎么去 跟他做开first home buy a seminar 买投资物业怎么帮助他们 更加问问 我说这样才会问当地 我们community帮到最好的帮忙 所以这个就是你refer的2020年 你们有很多的 你自己有很多的seminar 是的 这个是面对的对象是谁 是啊 就是说我刚才讲 是first time home buyer 那有不同的情况 还有一些个 就是刚才Jim讲了 我们有那么多的program 我们真实在是想把这些program 告诉我们消费者 是 那我们就打算在从2020年1月中旬开始 我们有连续六场的 是一个系列的 是一个seminar 由我来讲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跟我联络 来报名 是的 太好了 非常好 同时要跟观众朋友介绍 GMCC在2020年1月份的open house 就是在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 那么礼拜三是在Fremont office 礼拜四是在Burlingame 礼拜五是在Cupertino 麻烦你们短信到650-996-1982 就RSVP一下 这样我们可以安排City 很高兴 我觉得最重要还是为了我们做一个最大的在湾区最大华人贷款 一定要为大家提供很好的服务 不仅是一些好很多program 这样就通过我们贷款购物 所以我们也欢迎更加有经验的 不管有些都可以加入我们公司认真学习 可以为我们消费者提供最好的贷款服务 太好了 好的 观众朋友我们这一段的访谈到此结束 2020年希望变成您在于重贷或者是购物方面贷款最好的一个年头 就让GMCC做您的partner一定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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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观众朋友今天节目到此全部结束 同时我们的重播从明天开始就提前到周日的7点半到8点 所以是周六周日都是7点半到8点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希望大家明天7点半见 拜拜 谢谢